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老潮呆呆 我是查克 他是泰狼 有沒有這支影片可能是一支沒有字幕的影片 因為事情發生實在是太突然了 就是昨天晚上大概六點多的時候 我接到了一封email 他上面說我們鬼滅之兔被下架 難過 真的 對那他下架方式版權用者 就是Sony音樂 那會不會下架的原因是因為右下角這個 小視窗畫面 沒錯 那其實因為我們在上傳的時候 我們youtube後台他就是會檢測出 你這支影片裡面有沒有 音樂或是影像的版權 那我們在上傳的時候其實就已經被檢測出來說 是擁有這個版權 所以我們影片其實早就已經被納到 Sony音樂下面做管理 我覺得你直接開後台跟大家解釋會比較清楚 就是youtube的系統在你上傳影片的時候 他會偵測你這支影片裡面所使用到的音訊或視訊 有沒有可能還有含版權的內容 那假如有擁有含版權的內容的話 他就是會給你一個像這樣的版權聲明 那這種版權聲明其實有四種 我點開給大家看一下 那他有四種是可以版權方擁有的一個指定政策 第一種的話他就是會在你的影片裡面插入廣告 然後所有廣告收益都會歸給版權擁有者 那第二種的話就是像這種 在部分國家地區用你追蹤成效 就是你的影片可以繼續播 只是他們可以就是影片會拿到他們下面去做管理 他會在後台可以看到你的影像的影片的一個成效數據 第三種的話就是在某些國家會封鎖 就可能你這支影片在日本 他們當地的IP是看不到你這支影片 那第四種也是最嚴重的就是版權警告 就是他會把你的影片直接移除 然後寄給你一支版權警告 那我們當初上傳鬼滅之兔的時候 他的版權聲明是跟這支啾啾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他是使用這個部分國家地區用於最重成效 那我覺得他應該是後來自己手動想要下架掉鬼滅之兔 然後才去更改這個所謂的版權政策 所以其實有些人以為你擁有版權聲明 就已經擁有了所謂的免死金牌 但其實是否定的 就是你的影片還是有機會被改成下架 那版權警告是什麼呢 版權警告就是非常嚴重的一種懲罰手段 只要你擠滿三支版權警告 你的頻道就會直接被disappear 會直接被ban掉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一支了 然後他這版權警告就是在90天內會自動消失掉 對但是我覺得對我們這個頻道的影響還是非常的大 因為鬼滅之兔被下架等於我這個頻道 有將近一半的流量就直接不見了 而且我失去了你們150則留言 1200多個讚 還有18個不喜歡 對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到目前為止最高的一個數據 尤其是你們的留言 因為你們應該也知道我非常喜歡你們留言 然後我也很開心可以跟你們互動 只是這些現在也都被刪掉了 對其實昨天晚上我還滿沮喪的 我整個晚上都還 心情還滿低落的 但是我又告訴自己不能輕易的放棄 其實也有很多朋友建議我說不然就放棄鬼滅之兔 不要再上傳 但我還是想上傳鬼滅之兔 因為我覺得他是我們這個頻道的代表作 也是大家很喜歡這個頻道的原因 只是我可能會在右下角放一個國防部 把畫面給遮蓋住 對 因為畢竟我們是在youtube這個平台下面去創作 那我們本來就應該要遵守平台的一些規定 所以這個我們也不能說什麼 那只希望各位可以再繼續多多支持我們 支持鬼滅之兔2.0 國防部版 喜歡的話就幫我們按個讚 留個言 然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看看 那你們留言我都會看 我也都會回應 對不對太郎 他真的好可愛 我也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願意看我的影片到現在 然後願意留言 之後我們還是會繼續創作 不會因為這件事情就 止步不前 好啦影片就先到這裡吧 我是查克 這一次老查呆呆 明天 滿20歲的人記得要去投票喔 好啦 那我們就先到這裡吧 掰掰 那我們跟鏡頭掰掰 有掰到嗎 掰掰